各位朋友大家好 设想一下你一觉醒来的时候 你已经置身在了一个不属于你的朝代 宋朝 你睁开轻松的睡眼环顾四周 发现四周的景况是陌生 又有点熟悉 熟悉的那部分似乎是来自于你前世的记忆 你有点恍惚 猛然间又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占据了你的脑海 这个问题远远大于你身处什么朝代 是熟悉还是陌生 那就是你饿了 你要吃早点了 所以你马上翻身下床去洗脸刷牙 据礼记记载 孔子的学生每天早上起床以后都要用盐漱口 因为盐那时候还很金贵 所以能够用盐漱口的肯定是一些士大不阶层 老百姓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到了唐宋年间 慢慢的情况就有了变化 俗话说唐人开齿送人刷牙 唐人开齿通常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羊柳枝 先把羊柳枝的一头用牙齿慢慢的摇软露出纤维 然后用这个来沾点牙粉或者盐来刷牙 还有一种开齿的方法 就是用手指据说用这种方式清洁效果也非常的好 每次刷完牙以后手指都特别的干净 到了宋代就已经有了牙刷 不过那时候并不是尼龙所制 而是用硬的马尾拴在牛角上制成 大家知道宋朝的时候的马很稀缺 所以很多时候就用诸棕来代替马尾 这样的话味道就会有所不同 宋朝不叫牙刷 叫刷牙子 用它沾上牙粉就这么进行口齿清洁 效果据说是非常的好 那么宋以后呢 元朝的那些新移民们肯定是不会刷牙的 做那么麻烦的事情似乎不是他们的风格 而到了明清时期 大家记得《红楼梦》中有这样的情节 就是贾宝玉起床以后在丫鬟的侍奉下 用青盐抹了抹牙齿 然后竖了竖口就出门了 这就算是明清时期的刷牙习惯 很明显还不如宋朝呢 所以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但是有时被甩在后面的并不都是并树沉舟 有些是美丽的景色 美好的文化 欧洲人应该是在公元18世纪才发明了牙刷 在之前的欧洲人也是不刷牙的 但是他们却有接吻的习惯 这个想起来还是挺让人觉得惊悚的 除了刷牙的习惯比较晚以外 欧洲人呢 还有200年不洗澡的习惯 这个时间呢是大概在公元14世纪到公元16世纪 在公元14世纪之前 欧洲人是非常喜欢洗澡的 比如大家看那些描写罗马帝国的影片 各类的浴室是比比皆是 那怎么后来就不洗澡呢 那个呢是因为黑死病 就是鼠疫的流行 公元14世纪中叶鼠疫在欧洲流行 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鼠疫是从何而来的 有很多人就怀疑鼠疫是通过水源来传染的 所以当时的医生就建议大家不要洗澡了 再加上那个时期正好是处于欧洲的黑暗的中世纪 教会的力量非常之大 天主教还宣扬一个肮脏的身体更加接近上帝 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很多人再也不洗澡 那些贵族们也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用毛巾用清水沾沾脸 这就算是清洁了 可是欧洲人大家知道他们身上的体位本身就比较重 如果再加上几十年不洗澡的话 这个味道就可想而知 所以欧洲人就发明了香水 像喷洒农药一样的大面积的喷洒在自己身上 使自己的身体周围笼罩了一层薄薄的气体 顶着风十里之外都可以闻得到 你刷完牙竖完口 马上就要去街上去吃早点 难道不是在家里做吗 在宋朝的时候有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 他们家里是不是菜书的 就是说家里不准备蔬菜肉类东西 家里不开火 吃饭都是到外面吃或者是叫外卖 你想起来了 你的朋友刚向你推荐说 说街边上新开了一个网红店 叫五大郎吹柄店 据说呀 这个店已经是全国连锁 总店是在河北的清河 清河这个县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宋朝的美食大县 据说他有三大拳头产品 一个是五大郎的吹柄店 第二是王婆的茶汤 第三最有名的就是潘金莲亲手烹制的药汤 据说这种药汤是包治百病 喝了这个药汤以后 你再也不用吃任何的药 甚至你连饭都不用吃了 你可以彻底的感觉到那种前所未有的美感 你走到街上看到了这个新开的吹柄店 买了两个吹柄 品尝了一下 味道确实是不错 你一边吃一边想起来 前些日子还有另外一家网红店 也是做早点的 是卖包子的 好像是叫十字坡牌 创始人一个叫母叶叉 孙二娘 一个叫菜园子 张青 后来呢 被舆论曝光说 他的包子的肉馅有问题 而且问题非常大 非常的令人恐怖 他的包子铺的那些常客们知道以后 是吐的一塌糊涂 吐的把石化都吐出来了 被舆论曝光以后 这个连锁店就被查封了 据说 孙二娘和张青畏罪潜逃 逃到了一个叫水破梁山的地方 就下落不明了 说起这舆论监督 你突然想起来 你要买一份报纸看看 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有没有搞错呀 宋朝的时候怎么会有报纸呢 是不是你坐时光穿梭机的时候 不小心早下了几站 宋朝的时候还真有报纸 不光有官方媒体 还有民间媒体 官方媒体就叫抵报 这是由政府发行的 由门下省具体负责 政府呢 有专门的娱乐检查机构 对所发布的消息进行筛选 把一些不利于统治的新闻删掉 抵报呢 发行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而是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 除了抵报以外 官方消息的发布呢 还通过一种叫粉壁的方式 就是在各个乡镇中树立一处粉壁 就是一堵白墙上面呢 专门发布一些官方的重要消息 比如说皇帝的诏令等等 抵报也好 粉壁也好 并不是完全的文过是非弄虚作假 他也经常发布一些非常准确的消息 比如说在宋徽宗期间金兵入侵的时候 抵报和粉壁都及时发布金兵入侵的信息 他们已经攻到哪儿了 战况如何等等 所以也并不都是报喜不报忧 除了官方媒体以外 平时老百姓最喜欢看的呢 还是小报 说到消息的传播 我再多说两句 有个观众朋友呢 曾经问我说在宋朝的时候是怎么进行通信联络的 因为像苏氏那样经常和他的朋友们保持通信联系 那么宋朝人是怎么进行通信的呢 在宋朝民间正规的通信渠道还没有建立起来 所谓的驿站和地铺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邮局 驿站还有官方旅店的作用 这些机构的设置呢 都不是为了民间老百姓预备的 他们只是服务仪官方 特别是军方 按照信件的紧急程度 有些是用马皮来递送 有些是要通过人力来递送 水浒中有一条好汉叫神行太保戴宗 我高度怀疑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异族 是个飞毛腿 要不然他跑这么快干什么 难道是得罪了狗吗 异族们的都属于军人编制 大概月薪的差不多两三贯钱 但是呢由官方负责他四季的衣服还有粮食 所以说日子过的呢也算是很悠闲 宋朝建立以后 宋太祖赵匡印的还是比较仁义的 他考虑到官员们都是在异地为官 远离自己的家人 所以呢他允许官员们可以通过驿站来投送家信 这可能就是苏氏和他的朋友们保持通信联系的途径 因为他们那时候大小也都是个官 至于民间的老百姓要么托熟人烧信 要么呢就用一些最原始的信歌啊之类的投递 或者说有钱的人家呢让自己的家人去跑一趟 不管用哪种方式行程呢都比较长 所以那时候的家书就变得弥足珍贵 底报这种官方媒体呢怎么看起来都是有点高大上 而且呢用词又晦涩难懂 所以老百姓并不买账 老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还是小报 小报并不是当时公认的称呼 他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大家比较熟悉 叫新闻 我查了一下据说世界上最早的报纸是出现在公元18世纪左右的德国 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当地的地方报纸 但是早在六七百年前中国宋朝的小报 其实我觉得已经具有了现代报纸的特征 首先他有自己的彩编队伍就是记者 当时小报的记者们分为三类 一类叫做密探 是专门打探宫廷内部嫔妃们之间的是是非非的 还有一类呢叫省探 是打探官员的升迁调动情况 以及他们在执政期间官升的消息的 再有一类呢叫牙探 我要是在衙门内部打探一些刑事重案的一些情报 所以呢大家也大概知道小报所涵盖的内容 可以说是从官方到民间是包罗万象 小报不光是在汴梁临安这样的大城市发行 而且在一些中小城市也有发行 基本上是类似于现在的日报形式 每日一旨 宋朝时机碉板印刷已经完全普及 所以呢在技术方面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那么小报如此猖獗官方管不管呢 还真管 但是呢实话说管的并不是特别严 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这方面变得更为的宽松 以前是事前检查后来变成了事后检查 小报那时候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而且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小报可以说一直是如影随形 直到南宋灭亡小报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时候的你手里就拿着这样的一张小报 一边吃着吹饼一边慢慢的看 吹饼的味道好极了 这时候你又感到非常的庆幸 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穿越到了宋朝 而不是之前的什么朝代 因为在历史上是从宋朝开始才有的一日三餐 在之前都是一日两餐 在汉朝的时候 你每日用餐的次数是由你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一般的天子或者是王爷们 他们可以一日用四餐 大臣们一日三餐 而老百姓只能是一日两餐 当年淮南王刘安造反被抓以后 汉武帝给他的贬斥诏诏书中还特意提到一条 就是从此以后你每日有四餐 改为三餐 在宋朝以前经济是以农耕为主 所谓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所以呢老百姓一般的也就吃一顿早饭 然后等到从田里回来以后再吃一顿晚饭 也就上床睡觉了 因为那时候呢大部分晚上时间都实行消禁 所以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可以过 至于中午饿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肝挨着了 而宋朝的时候呢商业比较发达 已经不再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行事原则了 再加上宋朝的时候没有宵禁制度 晚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娱乐呀进行一些业余生活 所以自然也就变成了一日三餐 当然了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人有钱了 他吃得起三餐 很快眼前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他的头版头条是这样说的 说丞相府发生离奇失踪案全程精度 说的是丞相府也就是秦丞相秦桧的府中发生了一起案件 秦桧的孙女养的一只猫失踪了 这只猫呢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名贵品种叫狮猫 就是那种黄白尖色长得像狮子一样很多毛的那种品种 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名贵的 这个猫失踪以后呢 因为秦丞相在临安的势力非常大 所以临安城上下可以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 全城的牙役都在寻找这只失踪的狮猫 结果后来找到了一百多只长得差不多的狮猫 让丞相府中的人去辨认 但是呢没有一只是丢失的那只 由此可见在宋朝的时候养宠物的人特别的多 猫最早应该是西汉时期通过西域引入中国的 他进入中国以后最早并不是作为宠物 而是作为工作猫来使用的 也就是让他来普蜀 顶替以前有狗来做的工作 人们常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可是在很久以前狗拿耗子那是他的本职工作 到后来才逐渐由猫来顶替 到唐朝的时候 宫廷中的那些贵妇人们已经开始把猫作为宠物来饲养 而只有到了宋朝的时候 猫才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成为普通老百姓普遍饲养的宠物 所以这时候的猫能不能普蜀已经变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而实际上那时候的猫也分两种 一种是普蜀的猫 另外一种就是老鼠和人类的朋友 单纯的作为宠物来饲养 和猫相比狗的命运就要凄惨得多 狗在商代的时候主要有三种用途 一种是殉葬用 另外一种就是作为肉食 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据仓库里抓耗子 狗因为能够守卫家园 所以主人去世以后 也经常把这些狗杀了殉葬 而猫呢 人们通常认为它与一些神灵有关 所以呢 对它都是奉若上宾 所以啊 在这里呢 不禁要为那些狗狗们抱一声不平 后来慢慢的狗在狩猎呀 看家护院呀 和宠物等方面 都越来越多的发挥了作用 它的地位呢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通常把一些不好的官员呢 称之为狗官 其实在历史上还真有狗官 就是专门负责养狗的官员 而且品级还不低 大家还记得历史上有一首著名的家人曲 就是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一故清人城再故清人国 您不知清城与清国家人难再得 这首词的作者李延年就是一名狗官 是一名在宫中专门饲养狗的一名太监 汉武帝看了这首词以后很喜欢 当时平阳公主又向汉武帝说 说这首词中所描写的女子就是李延年的妹妹 于是汉武帝就把她妹妹招入了皇宫 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就把她封为了李夫人 李家从此也得到了富贵 后来这位李延年和李夫人的哥哥李廣丽 也成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将领 还带兵征讨过西域的大碗 为汉武帝缴获了很多汉血宝马 再后来这个李廣丽想与朝中的大臣共同策划 想拥立她妹妹的儿子为太子 这事被汉武帝发现了 汉武帝就把李氏灭了足 在外征战的李廣丽不敢回汉朝 于是就投降了匈奴 还被匈奴纳为了女婿 但是一年以后被另一位投降匈奴的人为律陷害 被新任的匈奴蝉鱼所杀 死的时候李廣丽曾经发出了一声诅咒 说我死匈奴必亡 没想到李廣丽死了以后 匈奴所居住的草原果然爆发了大面积的白灾 就是暴风雪 匈奴人觉得这是李廣丽的诅咒所致 和李廣丽基本同一时间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中 还有一个叫李廣丽的 他的运气比李廣丽要好得多 他后来在匈奴生活了几十年 也死在了那里 杨家将中提到的老令公杨继夜临死之前 怒撞李廣碑 说的就是这个李廣 在宋朝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只猫的话 你不能说是去买 你应该说是去聘 而且还不能空手去 如果你是从人家中去聘一只猫的话 你要准备一些盐啊茶啊或者是鱼啊 作为聘礼 这样你才能把这猫领回家 如果你领养的是一只流浪猫的话 你也要给那些野猫们提供一串小鱼作为聘资 宋朝时期还有专门的猫粮狗粮店 而且还有一些专门为猫狗做美容的美容店 一些来自于韩国的济师们在那里紧张的忙碌着 你继续看新闻 发现这个相府丢失猫的新闻还有后续进展 是说后来相府又发生了一起失踪案 这次失踪的不是猫而是丞相秦桧 丞相失踪了那这次的动静自然就更大了 也是满城搜谱 最后凡是体貌特征行为举止 相是丞相秦桧的全部被押到了丞相府 由王氏夫人进行鉴别 当时可把王氏夫人忙坏了 因为需要她进行鉴别的有几个人和九十多只乌龟 因为很多人觉得乌龟更像是宰相秦桧 如果是把秦丞相和其他的动物混在一起呢 王夫人还是比较容易的鉴别出来谁是她的丈夫 可是如果跟龟混在一起 王夫人还真的很难分辨出来 最后是经过王夫人和很多专家反复的甄别 确定了其中一只乌龟是秦丞相 另外的那些鉴别对象呢 就一律的以冒充国家公务人员的罪名被下入了大牢 当然了这只是跟大家开举玩笑 不过在历史的民间传说中 老百姓确实是说秦桧的前世就是一只乌龟 而抗金名将岳飞则是一只大鹏鸟 秦桧也不是第一次上小报的头版头条了 在宋高宗期间有一位御史叫胡全的曾经写了一份奏折 说要杀秦桧以谢天下 当时的官方媒体对此并没有做任何的报道 而小报则全文刊登了御史胡全的奏折 所以呢不能简单的把这些小报理解成一些八卦的花边新闻 有些方面他也能够体现出他的新闻价值和社会的监督作用 在北宋的大观年间就是宋徽宗期间 小报也曾经刊载了一道圣旨 说这道圣旨是宋徽宗颁给奸相蔡经的 称蔡经目不明而强势耳不聪而强听 攻行狡诈行迹贤逆内外不仁上下无简 而且还说蔡经一伙已经被团灭 当然了这道诏书是假的 但是小报的这则新闻却体现了当时的民意 最后弄的是宋徽宗和蔡经是灰头土脸 连续召开了几次新闻发布会辟谣 才算让这件事情慢慢的平息 你一边津津有味的看着小报上关于秦桧的新闻 一边你的思路又回到了你穿越之前你所在的时代 你想到了你曾经看到过的一些媒体报道 有些人说秦桧是冤枉的 还有秦桧的后人称秦桧已经跪了九百多年了 是时候站起来了 这时候的你可能不禁再想 如果秦桧都站起来了 那么什么东西会倒下呢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